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 CityWork集结自动化设计培训大纲 我们这个大纲总共有 总共有22节的内容 22节 有的节数的一节里面又有十几节的 比如说像机械手这里有十六节 目前大家看到十四节 其实这个第二十十九节 这个也是规划在里面的 因为它也是讲乎机械手 然后另外两节是工业机器人 关节机器人 就是这里 关节机器人的一个 本体的剪割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大纲 首先我们看一下机械手的一个课程大纲 在机械手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将会学到很多知识 首先我们说一下我们课程讲课的方式 我们讲课的方式会从无到有一步步的教你 然后我们制图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就拿机械手来说 我们制图是首先是先选择标准键的选行 比如说像滑块滑轨 我们先教你如何去选行 以及下载它选行的3D的模型 而不是自己绘制 然后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会将你如何进行在装配体里来进行绘制结构件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机械手的主体装配体 以及在装配体里将标准进装配进去 以及和利用一些特点 利用一些功能 使它模拟向真实的传动的效果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就是如何双滑轨滑块跟着滑动 这个呢 传动是很重要的 它的配合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很多人不会这一个 只会简单的那种配合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四个滑块平行的这种移动 而上方的机械也跟着移动的话 如何带如何去实现 这个呢 也会在课程里面会教到你 然后第三节课呢 第三节课讲到的就是这里四个 第三节课讲到的是四伏电机的选行 这是四伏电机 还有减速机的选行 然后我们把四伏电机选行完之后 减速机是很容易选择的 四伏电机的功率的选择 这个是四伏电机功率的计算 这个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也会讲解这里面的英文的含义 和它这个网页 以及它传动的机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晰 这种传动的机构 它输入参数 会自动得到四伏电机的功率 比如这里我们可以放大 可以看一下 这个四伏电机需要的功率 7.4千瓦 然后呢 就是每个轮子 比如说第三 这个中心轮 就是主动轮 主动轮呢 是 它的一个 分租源直径是58.57 然后 它的尺数是30尺 这是写的标准的 三 不 宽度是30 尺数是23 就是尺数是23 然后旁边两个侧轮 它的一个中心距是 100 中心距是130 然后呢 每个轮子的大小 这上面有个120 这是它的四伏驱动器 然后这里呢 是另外一个同步带传动机构的强检 这是一个机构的慢慢的 从无道友的实现的一个截图 可以看到 这在课程里面呢 我们会慢慢的去讲到这里 目前我讲大纲 所以我给大家看的就是这里 这是皮带张景机构的这种 这是另外一种 同步带传动的 这个呢 是讲 普通人的绘制 其他人的绘制 这个呢 是讲 我们把固定板的一个绘制 这个是刚才四伏驱动器 它的固定的一个支架 这是一个机构的绘制 是支架的一个绘制 这是按钮的一个讲解 这是按钮的一个讲解 比如减速机构 简线 这是捏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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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平静的工程图的这种 这个是同步大机构的详细的讲解课程 您可以看到 这是池条传动机构的详细的课程 你看机构的最要点 然后我们讲的是六关节的一个结构的理论的设计 为什么设计这种方式 然后这个是减速机的选型 减速机的选型和它对应的下载的模型 这个是减速机的一个层型 我们可以看到从无到有减速机在输入齿轮的位置 如何进行裂合 然后再到机座 再到四伏电机 插入双废 然后到可体的完善 一步一步的 在下面的呢 是第二种 减速机的字 插入 我们也会讲 为什么选择热动减速机 减速机的比例是多少 然后它的工具 这个四伏电机的工具 为什么要用多大 我们都会在这些课程里提到的 这个课程可以说 在我们国内是没有的 就是这个课程是没有的 前面课程我就不知道 应该也没有 就是这首的课程也没有 因为这两个机器设备 是非常有很大的一个一个实用性 还有它的广泛性 还有它的大表现 如果说你会是机械手 你就会 从一代传动机构 四伏电机 减速机 还有滑跨 滑跪 以及气缸 因为它上面带有气缸 还有一些结构件的这种 比如这些 还有一些机构 传动机构 这些它设计的范围 还会特别特别的广泛 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机器设备的本体 那么第二节的部分呢 是讲到的第二节 是桌面型 有点像桌面型点胶机 脉冲机 焊接机 比如桌面型半自动冲压 还有桌面型的螺丝机 等等桌面型的这种 自动化的设备 但我们一般的外面 很多做飞标的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多 这种设备 它的一个制作 也是从澳洲一步一步制作的 它会将你气缸 为什么要用这种气缸 气缸的出力多少 还有它的一些板筋键 结构键的位置 第三节呢 第三节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机构 就是杠杆的一个机构的之种 这个是实际的一个机器 这是理论的 这个是理论的 然后气缸的巡行 气缸的出力 以及传动机构 可以看到 搭裂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机构 这是一步一步的章语 如何实现的 看 这种 连感常动 第四节课呢 讲的是 第四节 是一些背标的冲压的设备和检测设备 这是气缸带导弹 这种 这种机构 用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可以看一下 这是对 它的一些轴承的选择 这是一两节课 两三节课才会组成的 简测 第五节是电器方面的 支持 可能简单的机械功能是要懂一点点简单的电器人间 然后呢 第六节是 第六节是传动机构 这个呢 也很重要 因为有可能我们的课程没涉及到那么多的暗地 但是 没涉及到你想象的那种暗地 但是在这个传动机构的认知识上面 可能有些机构对你非常非常有作用 这个资料我也会讨给你的 比如我们这个莫斯基 你可以看到它的传动机构 还有这个冲压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传动机构的讲解 然后第七节 是半自动 转化为全自动的一个 一个机构 这种冲压的一个机构 如何实现全自动的 这是鱼 第七节 第八节呢 是罗斯基的这种 这个呢 也是讲得非常的详细 会教你一步一步的 如何实现 实现 四股电机和固定电机的区别 四股电机的瓦率 应该有多少瓦 然后 然后 同步传动 无带传动的机构 当然这里 这个张景机构 我们 在七节省这里 讲 这是一步一步实现的 过程 然后 第九节 第九节讲的是自动堆叠机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输动带 它是全自动的这种方式 可以看到在输动带的两侧会多一些升降机构 台升的机构以及传感器 这有两节 第十节的部分讲到的是 膜内贴标机的这段 第十二节讲到的是开箱机 旋转气缸和应用 第十二节是开箱 第十一节是常用的机构 公式计算总结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第十一节课 因为这是机构的一个讲解 以及每个机构的优点 为什么能用这个机构 在什么场合 用什么机构 这个呢 这下课程也会提到 第十一节总共有两个部分 以及 机构的一个粗粒的计算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的 电机功率的计算 还有丝感 导致的计算 以及机构材料 还有机构材料的知识 第十三节课 讲到的是 第十三节课 第十三节课讲到的 是制作机构设计方案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会接单对你的工作 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你做工程师 有时候 要为客户制作一些方案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将你如何制作一个标准的方案 就是在幻灯片里制作 第十四节呢 是雕刻机线性滑缠模组 其实就是自动化装配的一个课程 自动化装配设备的课程 第十五节是管道设计 第十六节是制作领域的一个快速加改装 然后第十七节是装配自动化 就是用到一些丝感清确的装配 还有闪转气缸 以及普通的双轴气缸 都是从无到有来实现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选型的相关资料 会考虑你 以上这些课程呢 只是我资料的一个部分 资料的一个部分 总的重要性来说 视频教程呢 占有50%的比例 然后资料和3D原文件 也占有50%的比例 我的课程呢 主要的一个观看的一个就是购买的方式 是在淘宝里面 淘宝里面 我的课程在淘宝里面 这是我的淘宝主页 可以在这个里面进行拍下付款 后我会立即发连接令明 就是版图网盘 那么价格越高资料 给的越多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 大概就这样的 然后我的Q呢 是8445 08024 这是我的Q 欢迎大家加入 也希望 给我多多的支持 我会上传 更加 好看的视频 使用的视频 谢谢